从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大咖顶流 从妆柔弱到逆袭至福布斯排行榜的女星 杨颖变得不再受控制 反观黄教主走向油腻 一发不可收拾 要知道当年她的上位是绝对堪称奇迹 与陈伟庭相伴四年 还在腰间纹上情侣纹身 转头却能傍上黄晓明 婚后不仅没有成为黄脸婆 还一跃成为综艺女神 杨颖究竟是如何走到现在的呢 杨颖1989年出生于上海 13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 但安朱拉baby家境一般 父母只是普通的生意人 对她往后的娱乐圈事业没有丝毫帮助 而在此之前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迪士尼节目的主持人 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 模样远没有现在来的精致 所以也没有想象中爆红 但是她与陈伟庭却是搭档主持 更是迅速发展成恋人关系 主持工作在经历了两年后 杨颖为了发展决定另谋出路 之后旅行社在线客服等等 都曾出现她的身影 后来因为样貌有了逐步长进 还成为了平面模特 为了能够补贴家用 在其余的空闲时间里 几乎什么赚钱 她就去做什么 在被周杰伦邀请出演演唱会的嘉宾和伴舞时 这位杨颖迎来了事业转机 品牌代言都有一丝分红 与陈伟庭的恋情也接连被曝 二人六年之久 小富还有同款的情侣纹身 也能看出当年二人是恩爱的 但为了双方事业一直守口如瓶 而一地恋恐怕才是分手的原因 至于突然放弃男友的她 为何转身投进了黄教主的怀抱 2009年 安卓拉贝比因为在一次唱K中 遇到了黄晓明 当时的她仅仅是一名 混迹于香港和日本的嫩模 还不是如今的一线女星 但架不住黄晓明对她有好感的事实 所以就马不停蹄地把她介绍给了公司的高层 而当时的黄教主在娱乐圈中具有的影响力 还有人脉以及资源 都是渴望不可及的 杨颖能搭上这条船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特别是结婚后的杨颖 资源更是频繁罢评 并凭借综艺跑男圈粉无数 不过随之而来的代孕一事 遭到网友吐槽 杨颖和黄晓明婚后 很快就生下了小海绵 整个过程的速度前后不到几个月 甚至在生完孩子后的第三天 就迅速办理出院 主动投入到工作中 难免怀疑杨颖是代孕 但是在老婆怀孕的时候 尤其人多的地方 黄晓明都会贴身保护 脸上也总是紧张兮兮的表情 直到老公亲自发了baby的孕照 才让代孕风波停止了下来 巧合的是 发生在她身上的抹黑事迹 不止这些 在此之前的整容风波 已经严重影响她的演艺生涯 多次澄清都被吃瓜群众 当做耳旁风一般 羊影直言曾经的样子确实是丑 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戴牙套 但是由于牙套的问题 经常磨的嘴唇周围都是溃疡 导致看起来就是香肠嘴一样 那时候确实是个打击 但自从知名度一再上升 舆论压力也随之增加 让她整日难以下咽 最终选择寻找整容借权为医生 做美整容的鉴定 当时安德拉baby在律师的陪同下 素颜前往整形外科医院 据悉在教授级别的检验下 得到结果也是没有整容 其实在网络的争议下 杨颖逐渐变得低调 不再出现争议市场 而她能有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她老公黄晓明 也有自己美丽的容颜 成为加分享 但是相比娱乐圈中的繁华 当年徘徊在普通阶段时 会不会更加适合她呢 面对现在的质疑 有没有一丝后悔呢